我讀的鸡汤真的不要看 可是叫做仁耐 仁耐你可能有一天爆炸 而且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仁耐 就把你的恶意或不開心 都發洩在自己的小孩身上 公然就赫了耶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第一步就是要買書來看 然後坦承面對自己的問題 我就覺得看完這本書 每個要結婚的人應該都要先看完 然後要默寫 把裡面那個條子用默寫出來 沒有默寫 目前沒有通過不准結婚 那個考題你來出 我來出 好吧 大家要面試嗎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還是要大家買書 我覺得聊不完 就半張這種事情 其實還是要怪我 如果錄音世界好的話 我們可以聊四個小時 你確定人家可以跟你聊四個小時 對 我賺到啦 我跟你講四成五千 兩萬 好狡 我們也是辦女啊 我們也是辦女啊 是是工作辦女 我覺得節目聽免費沒關係 真的要買書 買書 怎麼樣找到這本書呢 來越愛越痛 我們的關係出了什麼錯 重新檢視依附關係難題 打破惡性循環 並重建親密感的伴侶諮商自助自然 而且我跟你講我覺得一人要買一本 是 一人買一本 然後每天都有進度 沒錯沒錯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一些回答問題 問答題 我就是可以自己寫上去的 對阿如果說很快怕面對 你就直接交換 哈哈哈 因為這本書有幫助大家做一點小小的自我整理 透過這個自我整理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去面對 我在感情中 可能比較被我忽略的面向是什麼 是 有時候因為我們很本能很直覺的就是 每天相處就這樣啊 而且我跟你說 就是看到很像自己的人 然後很高 會 會 會 像自我覺察很高的 你這樣 好好講我 不要啊 發展 對 要不說 of 會 不會 有 有 有